好的,这一期呢,同样我就不露脸了 仍然是我的胡子代表我 那BMD的这个BRO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格式 但是呢,毕竟分辨率太高,变码也很先进 我们一般的显卡呢,是干不了这活的 那么今天就来探讨一下,我们这个卡就是RX5908G蓝宝石的啊 能不能满足我们后期4K的这种整个流程制作 甚至说我们拍摄6K的12比1,8比1或者3比1能不能直接实时播放 那目前这款显卡在京东售价1300块左右 价格呢,也不是很贵 没有那些顶级的专业卡要三四千那么多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能够胜任我们专业的BMD整个流程 好的,来到电脑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脑配置 我用的是2010款的MAN PRO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工作站啊 经过我的整顿之后呢,已经达到了当年官网的顶配啊 两个3.33G赫兹的6核处理器 可以达到12核24线存 非常恐怖啊 那这个内存呢,已经达到了32G啊 完全够用了 通常情况下16G已经能够满足了 但保险呢,32G可以了 如果你是做音乐的啊 最好是64G或者128G都是可以的 而且内存非常便宜 然后看我们的显卡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Radeon 啊,南宝石的RX5908G啊 啊,这个整体的电脑就是这个 当然了啊,我觉得用这个呢 对我来说比较简便一点 我知道虽然呃,这个电脑呢是X58的一个平台 现在呢,如果你自己配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选择 但毕竟是PC 我用PC的话基本上 一年左右 就要重装系统很麻烦 当我用苹果系统之后 特别拥有呃,一个正版的啊 这种苹果硬件电脑来说的话啊 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 我没有重装系统很稳定 然后我也有垃圾桶啊 但就是需要问题了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软件的跑分啊 啊,6K的CPU,如果做6K它就有指示了啊 我可能我这边还没有跑完啊 啊,我们来看一下 让它跑一点 好 6K CPU 啊,就说 这是CPU的处理系统 然后这个6K Metal Metal呢,是苹果最近啊 最新所推的一个专业加速技术 类似于OpenSeal这种 嗯,苹果呢 已经逐渐的放弃了OpenSeal 所以呢,如果你的软件当中有OpenSeal的话 啊,可能就有点不支持了 特别是显卡的技术 啊,像最新的苹果平台的话 N卡就支持的很少 啊,据我所知 QDA技术呢 最多只能支持到10.136的这个系统 好 这个Metal呢 可以说跑分还是非常高的 通过这边的这个打绿勾勾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它这个BRAW呢 这个电脑啊 啊,这个图形处理器可以达到什么样一个边际级别 啊,那这个BRAW12比1呢 可以说是通杀 这个应该是8K的啊 8K的60帧都可以实时播放 然后呢,CPU我们通常不看啊 因为我们肯定用显卡来直接播放吧 啊,然后8比1的全绿啊 啊,然后 啊,5比1,3比1 只有在3比1的时候 可能8K60帧无法播放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 啊,最多30帧吧 啊,6K的,4K的都可以完全不在话下 好,然后呢 那显卡我们有了 说明了这个理论上啊,播放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硬盘速度能跟得上 好,经过测速呢 我用的是一个G-technology的这个阵列啊 两个3T组成的6T硬盘啊 啊,这种是比较高危的一个硬盘模式啊 但是它这样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的写入是173兆左右 然后读取呢是220兆左右 那这个速度呢 对于啊,我们12比1的素材啊 因为,呃,通常情况下 我最多就用的这个12比1 好一点的8比1 但目前我就用12比 我是看不出有多大区别 那我就以12比1这个6KBRAW为准神了 那这个码流呢 经过研究下来 肯定是没有就是超过这个的啊 所以硬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现在打开Defense Resolve 啊,这边呢 我下午刚拍的一些素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随便的素材当中啊 这个是多少 Blackmagic RAW 30帧每秒 然后拍的是6K的 6K的啊 然后你看一下啊 好,我们打到这个Color 页面啊 这边我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剪辑 我看放到这边可能会好一点 OK,大家来看这个 看能不能实时播放 啊,注意看这个 能不能30的时候打绿点啊 这下午刚拍的 啊,通过镜头来讲故事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剪辑了啊 啊,我再在这个页面一下播放 一个全景啊,声音先入 啊,在干什么呢?哦,弄这个 哎,然后再提点一点啊 这远处还有一些建筑工地啊 这人在劳动啊 显得人很渺小啊,这个构图啊 啊,无所谓了 啊,反正经过测试呢 这款显卡在配合我这个电脑啊 这CPU也好 还是整体的这个主板也好 它是能够胜任的 啊,然后呢 由于这个Final Cut Pro呢 目前还不支持 Premiere呢 啊,我相信播放下来也肯定问题不大啊 所以呢,整体下来的话 我目前这台电脑啊 这个配置以及主要主要是展示这款显卡 肯定是干活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 配一台电脑的话 可以以我这个为标准啊 甚至说你直接可以到网上买一台这样的电脑了 啊,既有经典的时尚又有 啊,非常实用的功能啊 相信是非常棒的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咱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你联系我 咱们下期再见